你不想去 爸 妈 你们要出国呀 对 是啊 你妈最近心情不好 我带她出国走走 反正现在公司呢 是由邵华在掌控 她做得挺好 我很放心 邵华 本来这一次 你应该跟我们一起去的 不过也好 就算是我去给你打个先锋 探探路 以后生意的事情 还是你说了算 还有啊 我现在决定 从今天开始 公司董事长的位置 由你来担任 爸 爸爸老了 该想想轻浮了 不愿意东奔西跑了 该是让你们年轻人 去开拓江土吧 是啊 至于总经理 我觉得 应该由黄崇明来担任 你说什么 你要把总经理的位置 给黄崇明 那少康呢 少康还担任他的副总经理 不行 总经理的位置 怎么给个外人 看你 看你 我这是择忧而用 况且黄崇明他也不是外人 我不管 我不管啊 反正总经理的位置 交黄崇明 我就是不答应 好了好了 咱俩别争了啊 现在少华是董事长了 这些事情呢 让他做决定 好不好啊 少华 你跟我来 过来一下 有些事吧 交代一下 明君 你过来一下 妈 明君 妈有几句话要交代你 少康最近心情不好 老是在外面酗酒 妈不在的这段时间 你要帮妈好好劝劝他 让他好好振作起来 别让妈觉得没面子 妈 您放心吧 我一定会跟他说的 黄先生 我们公司的这个棉布 有分一等二等三等 第一种呢 我们是出口国外的 所以呢 价格上也稍微差 怎么了 我想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吧 为什么呀 你心不在焉的 根本就没有在听 黄小姐 对不起啊 黄先生 你是有什么心事吗 没有 那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饭局呢 我想我们的饭局 你说这个饭局 你看能不能取消 取消 是不是因为敏君不能去 所以才取消啊 你看啊 你和敏君是好朋友 我很希望你和敏君 能一起吃个饭的 但是现在你看敏君不在 那我们之间吃个饭 就没什么意义了 好 黄先生 话不能这么说 敏君虽然跟我无话不谈 但是我们之间 除了客户谈业务之外 也可以做朋友的 范小姐 没想到 你这个人性格挺直啊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 说话直来直往 都不懂得拐弯 虽然我们一开始 有点误会 但是这也叫 不打不相识啊 这点我倒挺同意的 我刚才也说了 因为我自己太没有风度 所以才跟你计较这些的 这样吧 我再次跟你 给你道个歉 我接受 所以诚意地 请你吃个饭 这怎么好意思呢 不用了 不用了 不 必须的 你就别客气了 请我吃饭 那就不用了 不 一定要的 牛 连女朋友都带来了 你别胡说啊 别我一提女朋友 你就摆个超脸 你心里怎么想的 我清楚得很 烧卡 烧卡 这是办公室 手下足够分寸 什么叫有点分寸啊 你搞清楚了 这也是我的办公室 是 你好 我叫方宝林 我是幼儿图公司的 业务经理 这个是我的名片 请多多指教 请问您怎么称呼啊 我叫王少康 是王氏企业的副总经理 我哥是总经理 至于那位呢 对了 你到底是负责 业务部的还是常务部的 你 菲娃姐 不是要吃饭吗 那我们走吧 好 这里就交给副总经理 全决发落吧 等一下 我大哥呢 你爸打电话给他 他回家了 再见 爸有什么事不能等回家说 要哥马上赶回去呢 你爸打电话 现在在爸的眼里很弱 我就去个不想进的人 怎么 还不去公司啊 怎么了 我上门之前好想好好抱抱你 怎么了 现在变得这么洋派 那怎么是洋派呢 这是你老公爱你 我跟你说啊 这个妈刚才说的绍康的事 你别太往心里的去 绍康喝酒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这做大哥的都管不了他 更何况呢 好了 我知道的 你放心吧 其实绍康啊 对我还是挺敬重的 我在想说 趁爸妈这段时间不在 你能每天拉着点绍康 别去严重 把他带回家来 咱们陪他谈天说地的 这样他也没时间出去喝酒 试试 陪他谈天说地 那可不行 那陪了他咱俩待一起的时间 不就少了吗 我可不同意啊 讨厌 那是你亲弟弟 再说了 你天天跟我在一起 早晚你得烦 我可不烦 我现在还觉得不够呢 我就希望啊 除了上班之外的时间 都跟你待在一起 我老婆这么漂亮 聪慧 大方 我跟他有说不完的话 聊不完的天 好了 你把我捧上天了 我上了天可不下来了啊 上华 能嫁给你 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父亲 我会珍惜的 我也是 那咱俩就应该有一个约定 从今之后我们俩 不争执 不吵架 我互相生气 不赶我走 永远不会的 要是真要赶紧走的话 那咱俩一块走 一块走 走去哪儿啊 去天涯 去海角 我现在最大的愿望 是希望英杰赶紧长大 咱们两个老人家就给你 四处去娃娃 去周游世界什么的 好呀 不过呀 我现在在心里 已经快迎接 竟然自己的孩子 而且我们还有会议 一儿一女 一定是个好字 我很知足 我也知足 好了好了好了 快去上班吧 好 快走吧 好了 快走 好 还在生哪里的气呢 还疼吗 妈下手那么重 疼不疼吗 可是妈 别说一个巴掌 就是十个巴掌 一百个巴掌 妈打我都是应该的 但是我脸上疼 还不及我心里的疼百分之一 妈 是你和王光耀 把我给伸了一下 现在他们王家事业做那么大 又是乔迁又是心情 凭什么他们王家做得那么好 那么开心 而你一个人受苦呢 我没有 妈 自从你来了城里之后 我就知道你一点都不开心 所以 我必须要替你 正好你属于你自己的东西 看王光耀给你一个什么交代 崇敏 你不可以王光耀王光耀地这样叫我 他可是你的爸 他不是我爸爸 除非他认得我妈妈 如果他连你都不认了 他有什么资格做我爸爸 我知道你为我好 可是 如果你真的听妈妈的话 那就不要争什么长子 也别替妈妈争什么名分 妈 妈不行 妈 你敢说 你现在心里已经不爱王光耀了吗 我承认 我这辈子只爱过他一个人 可是光耀 光耀现在的妻子却是何丽 不过我不怨他 我也不怪他 毕竟 这是他家里给他安排的婚姻 再说了 何丽姐跟了他这么多年 吃了那么多苦 何丽还为他生下了三个可爱的孩子 如果你真的听妈妈的话 就不要争什么长子了 也不要替妈妈争什么名分了 妈 真的不要 我做不到他 丑敏 从小到大 你什么都要争第一 都要好强 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 妈 我觉得我自己并没有做错 我要让他们知道黄初卫不是好惹的 我要让他们知道我母子俩的感受 我才为妈争取快乐 如果你真的要让妈妈快乐 就不应该去吵 妈 妈 你难道什么都不想去争 难道你觉得这辈子过得很幸福吗 妈妈的确感到很幸福 因为上苍把你赐给我 你是那么的优秀 有了你 妈妈感到心满意子 妈 妈 崇敏 答应妈妈 以后不要到王家去找 也不要让你爸爸难堪 妈妈也不要什么名分 你能做到吗 崇敏 妈还有个要求 我说 把敏君忘了 敏君现在和少华很幸福 他们很相爱 如果敏君知道你心里还爱着他 那他就会有负担的你知道吗 孩子爱一个人不是占有 而是希望对方幸福 你难道不希望敏君幸福吗 好 这个当然了 您放心吧 刘先生 我这个合同做完马上就做你那个 主任 黄经理来找你了 好嘞好嘞 好好好 再见再见 姐 早安好 好 黄先生您请坐 这个今天我来呢 想把我们那个案子赶紧敲定一下 今天就要求合同 好 我正好再做一个合同 来 咱们一块看看 黄先生 本来昨天要请你吃饭的 就在你的公司附近吃吧 还让你给抢了单 小意思 一顿饭而已嘛 我们今天签完合同 我请你吃大餐 行 没有必要吧 公事谈完要紧 那个吃饭呢 以后有的是时间 你请我 我回亲你 这是种礼貌啊 而且啊 我想跟你们公司合作 是长长久久的 不是一次两次 我希望我能跟你配合得很好 方小姐 默默地问一下 有没有对象 没呢 那就难怪了 快不到方小姐把所有的心事 都花在事业上 为了保住饭碗 这是应该的嘛 对了 黄先生 上次好像也听你说 你还没有太太是吧 是 你在公司的职务这么高 工作能力这么强 条件那么好 怎么会还没结婚呢 以前我谈过一个女朋友 各种因素 家人圈 你是为了她到现在都没找呢 也不是 因为我以前跟她时间谈得挺长的 那现在分手了 再想找一个的话 还想按照她那个行 再找一个 黄先生 世界上除了双胞胎 长得很像以外 这哪还有人长得一模一样的 而且就算双胞胎 个性也有不一样啊 我看啊 你是太挑剔了 方小姐 你不是也很挑剔吗 我 对了 都这么熟了 还叫人家方小姐 直接叫我保莲吧 好 那你以后 也叫崇明吧 好 赶紧我把合同谈一下 好的好的 对了 你欠我一顿 你一定要让我请 好好好 谈我案子 再收 好 看看这个合同 是你 看这个会议客归 吃着 不贵不账 吃着 很好 太太 买这么多菜吃得完吗 最近啊 绍康总是不在家吃饭 我爸妈又不在家 我想多做点好吃的 让他呀 回家吃饭 省得他出去喝酒 太太 你真好 难怪总经理那么爱你 这都我是分内的事 糟了 买的鸡忘了拿了 太太 你等着 我去拿 那快去吧 给我 好嘞 太太简单了 什么呀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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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康 刚吃完饭 你要去哪儿啊 嫂子 我想出去走走 对了 现在你的晚餐做得很好吃 你要喜欢吃啊 大嫂天天给你做 以后啊 我还可以把饭给你送到公司去 不用这么麻烦 你已经够累的了 要照顾会议 要忙家务的 没事 每天很早就做完了 明天起我就给你送到公司去 真的不用麻烦 少康 你是不是心情不好呀 要不咱们聊聊 好 没事 我想出去走走 别走 你去忙吧 我跟少康聊聊 你别难免他 要我知道 那好 你们俩兄弟聊 我去给你们倒杯茶 不用 我们俩喝酒 来 哥 我现在眼里 就是一个酗酒的窝囊废 其他什么都不会 不是 不是啊 你在我心里啊 永远是那么一个 调皮的 有点任性的 但同时又非常尊重 大哥的好弟弟 你想太多了 拿点酒喝 就是跟你喝点酒 聊聊天 没那么多意思 来 是 红酒可不是这么喝的 红酒要慢慢品 越品越香醇 就像你大嫂一样 是啊 这好酒 就像大嫂一样 越沉越香 可 沉与何尝又不是呢 记得以前睡前的时候 他都会给我倒杯酒 然后我们慢慢地 在洋台上洗瓶 表刚 还是忘不了陈玉 你跟陈玉已经离婚了 而且他现在阴性咬无 我们所有人都担心他已经 死了是不是 他怎么会死呢 他怎么可能会死啊 对不起哥 没事 你心里难受发现出来就好 但这恰恰就是 我一直说你长不大的一个原因 有时候啊 我说的话重了一点 爸说的话重了一点 可是我们都是为了你好 是 我知道 我知道哥可能为我好 可我再怎么好 也比不上爸在外面生的黄虫美 你看 你看 这就是你长不大的一个原因 你为什么总要跟他去比呢 可事实就是这样子 我副总的位子先给了他 这半年来爸 每天都得夸他 他这个好 那个好 这个行 那个行 我呢 你听到的是 爸爸说他好 可是我听到的是 爸爸说你好 当然是在你不在的时候 好了哥 你不要再安慰我了 我在爸心目中的形象 和分量 我很清楚 我想一人见解 出去走走 既然你非常清楚 你为什么要这么喝酒 这么叹气 这么自暴自弃呢 我就是个长不大的家子 好 说你没什么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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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看 想想他 把你吃了 回头啊 我跟他聊聊 没用的 你真劝不了他 我坚信啊 绍康他会走出来的 我也愿意相信 为了绍康的事 他心情不太好 我真想好好问问他这件事 少华 累了吧 早点休息吧 我去看看会议 我再坐会儿 待会儿我也去看他 喂 黄副总 你好 早 黄副总 黄副总的 到昨天您的位置是 好 我知道了 你坐我的位置干吗呀 上班啊 上班你坐到我的位置上干什么呀 squirrel 这是谁的公司 我当然知道 请问 你有什么指教吗 指教 我对你黄崇明哪能有什么指教呀 那既然这样 那请你让开 我要办公 你搞清楚 这是谁的办公室 副总经理的办公室 那我告诉你 从今天起 这就是总经理的名书 你要没什么事的话 可以先回了 什么 你 总经理 没错 谁说的呀 我说的 你算什么东西 那你又算什么 我是王光雅的儿子 我哥是董事长 我就是总经理 天经地义 我之前跟你说过吧 至于你 要去业务部 还是 产务部 谁给你挑 我那一件 烧口 我根本不喜欢什么位置 但是你的今天的态度是坚持不了 你给我起来 我要办公了 别动手动脚 别动手动脚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你信不信我马上把你赶出去 老公 看我走很容易 只要你爸说一声都行 或者你哥说一声也行 我黄总明 觉得医生不肯立马就走 但是 在你爸你哥没说之前 这个办公室都是我的 你的 太可笑了 你 你知道吧 只要你在这儿多待一天 我们家就多一份关系 真不知道什么时候啊 你又来抢我们家的财产 我 另外 我想告诉你 我们家能够重新站起来 我的功劳比你大多了 我岳父的东西 公司的业绩 走私证据 都是我给你 你没资格跟我争 知道吗 你 走廊里就听见你们吵吵闹闹的 怎么了 自己应付不了 包哥搬出来 怎么 当救兵啊 你这话又什么意思 我没什么意思 哥 崇敏 怎么回事 嗯 他说把这间办公室 改成总经理办公室 他在这儿办公 走不你能跟着出来 哥 这本来就是我的办公室 现在你当了董事长 你不办 所以我想把这儿改成总经理办公室 不管怎么说他是个外人 不能坐这个位子 小康 不许你这么说话 他凭什么做总经理啊 我不服气啊 哥 这个位子我今天坐定 我看你敢 我看你敢 交给你的工作 你从来就不好好去做 整天想这些有的没的 没用的东西 做这些幼稚的事情 你什么时候能够成熟一点 你 我今天坦白告诉你 为什么不让你做总经理的位置 就是因为你永远都长不大 我长不大 好 好 既然你也这么认为 哥 哥 从今天开始 不管你给我什么指挥 我都不要 就算你给我总经理的位子 我也不要 今天你是董事长 我正式地跟你说 我不干 滚 好拉手啊 你省下 你没有这么认为 我把我在家里面 是肯定的 我不大 你不肯定有她的 再讲她了 我藉口啊 你不是说吗 啊 你不肯定有券 我说过来 你不是想说 都觉得很不舒服 放心吧 我才不会跟他一番见识呢 少华 我想跟你说件事 把你的老婆借我一下 你说什么 是这样的 那个跟我往来一个客户 是敏君的同学 一直叫我跟敏君吃个饭 所以叫我约 我想你们家最近不是挺忙的吗 所以就没约 这几天也没什么事 就叫敏君吃个饭吧 这是好事啊 可你看他那么一说吓了我一大跳 不过你可不够意思啊 约敏君一块吃饭 为什么不叫上我 没关系啊 反正是他同学请客 那既然这样的话 这顿饭我来请 再说吧 就这么定了 好好坐你的位置 我同学 这事你怎么不都跟我说一声 对不起 我是想说啊 你工作太忙了 这些事我来处理就好了 我那个同学呀 叫方宝莲 高中的时候跟我很要好的 我记得你说个 不是说后来就失去联系了吗 是啊 前段时间呀 我们又碰到了 其实啊 我想等爸爸回来再说 爸爸不是一直希望重明 早点成家吗 我这个女同学呀 特别优秀 我是真心实意地想促成他俩 以为你整天忙家伙事都忙不够来 没想到他还有时间做媒婆 你少来了 还不是因为一个是你兄弟 一个是我的好同学 我也真心地希望能促成他俩的 敏俊 除名要是结了婚 我想阿姨心里的也会好过一点 我妈也不会胡思乱想地说那些话 我会比她还高兴 我也是这么想的 所以才会这么做 所以 宝莲是吧 嗯 你负责宝莲 我负责劝出名 好的 哎呀 这妈到底去哪儿了呢 看来真的是老了 走这么一点路就腰酸背痛了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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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没撞到您吧 你 您没事吧 我 你没事吧 倒是没事 不过年轻人 你以后走路要慢一点呀 知道了阿姨 真不好意思啊 赶时间呢 好好好啊 做人啊是要守时 守时啊就会有信用 有了信用啊 你这个人不会没出息的 阿姨 您的金玉良言我都记住了 娘没事我就走了啊 好好 现在有几个年轻人 愿意听我们唠叨呀 为什么呀 小玉啊 你到底是生还是死了 我为什么找不到你 到底在哪里 你带我来这边来呀 你们觉得这儿有一种 山本海事的感觉吗 小玉啊 我想告诉你 我要永远保护你 真的吗 那你要保护我多久 一年 两年 三年 差不多了吧 这么短呀 跟你开玩笑的 我要保护你 一辈子 不要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保护你一辈子都不行啊 难道 难道你离开我吗 我要你保护我 这辈子下辈子 下下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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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是是 你保护还是不保护啊 你放心 我会保护你的 一辈子 几辈子 我都保护你 我都保护你 你吃了 我都保护你 我都保护你 不是吧 我都保护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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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闭嘴 你不怕我 我都保护你 所以,我沒有在你 你現在見我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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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蝦 你来了 怎么大白天呢 你又在喝酒啊 我轻炭 你又再喝酒啊 我轻炭 我轻炭 我不是想喝酒 我知道你是想沉溺 不仅你心里在见 我们也都惦记着她 你说我们都丑不了她 她会不会就 不会的 不会的 尚康 我相信吉人自有天相 尚康 你每天沉溺在酒见我 你这样是真的想找到她吗 你这样能找到她吗 你听大嫂的 现在沉溺一定在某一个医院里 积极地治疗着她的病 癌症不是绝症 只要提早治疗一定能治好 你听大嫂的 你振作起来 你要好身体 好好工作 我相信 黄天不负有心的 你一定可以找到她 这边打扫 回家吧 来 走 这次真的要谢谢你 这次真的要谢谢你 等我 不脸 这个我妈昨天下午啊 给我打过电话 叫我晚上一起吃饭 我刚刚忙事都忙场了 现在又约你一起吃饭 哎呀 不允许你 我先帮你 咱们 这个回家 最后 对 这次